畫面上可以看到警方拉起封鎖線 車禍現場撞擊碎片散落一地 一輛小貨車車頭全毀板機凹陷 往地上一看還有大片血跡 小貨車的車頭下方三角錐都被撞凹了 一旁還有掉落了鞋子 台北市北投區中美快速道路 今天清晨4點多發生嚴重車禍 30歲的貨車駕駛準備去市場採購 因為精神不濟撞上一名50多歲 正在進行橋面保養的工人 個人因遭夾擊在兩車之間造成左大腿斷裂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警校貨報趕底立即實施CPR急救 並送往醫院 目前還在急救當中 我弄到三角錐 我第一時間歡迎回來 其實兩個都逃進來 這名貨車駕駛經久測後 並無酒駕 初步詢問後 照事原因疑似因為精神不濟 駕車釀貨 但詳細原因還有帶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